喂 早晨啊大家 聽不聽到? 聲音都不OK 畫面都不OK 給大家看看 很繁華的人村機場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問題是 你要帶夠膽藥 和你手持有空間 你看 化妝品 食物 好像連韓服都可以買 我慢慢走 我打算帶大家由頭走到尾 安全到機場沒錯 今早吃了一個美好的早餐 然後 乘車到機場 這裡一勒 就是化妝品 很多很多很多化妝品 今早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對嗎? 如果 如果 可以去B1 就可以去B1 因為離境就是三樓 你們現在聲音聽得清楚嗎? 我帶了咪應該OK 離境就是三樓 你一去到 通常你搭巴士 搭的士 到了那一層 你多下一層 就是B1 一邊走一邊看 有些食物 有酒 全部都免稅 然後呢 B1 有Olive Young 又有 好像那個叫 Toolsome Coffee Cafe 如果你喜歡喝 你可以在那裡先買 喝完 吃了早餐 才上去Check in 那Olive Young呢 我剛才十點鬆一點 沒什麼人 多好走 越走越多人 因為越晚 那些人就開始來了 那所以 如果你在市區 沒有時間走的話 Hello 我現在很多時間了 打算和你們 由頭走一次 我自己有當記錄一下 因為其實開Live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記錄 來的嘛 那 那 這裡進去 就是 現代百貨 現代百貨的 機場版 裡面有 眼鏡啊 袋子啊 飾物啊 都有些 衣服鞋物 的 畫面會黑了 原來 但原來是不是沒事的 你們是否繼續聽到的 對了 那Olive Young買了什麼呢 待會坐下 可以和你們分享 不過 面膜那些就Check in 了 因為面膜是Liquid 我剛才看到 原來他們 譬如一塊面膜 多少mL 譬如當作30 然後我看到 他們 去安檢的時候 拿了一疊面膜出來 總之 不過一列 就可以了 我聽到他們說 我不知道 我又沒有聽錯 但是不是應該要 放進密實袋裡嗎 但是我看到 他們都順利過了 但是 因為穩陣 起見 所有Liquid 大那些我都Check in 了 是留一些小的 自己用 這裡有Farm 你們看不看到 機場沒什麼好賣 是的 機場是用美金計 所以 譬如上次我買了 一些少許手信 都是要計算 美金大概多少錢 但是他也收韓王的 賣了Chanel 繼續打喉 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店 也是我甚少會走的地方 因為 不是太有興趣了 現在 偶爾看一下 Refresh一下自己 都是好的 這個現在進了 叫禁區的area 剛才外面 其實未進禁區 就是Check in counter那一層 還有Arrival那一層 其實很漂亮 有個聖誕樹 然後又有show 但是剛才 因為我都不知道 裡面什麼情形 好像都幾多人 所以就趕快 Check in 然後安檢 幸好都OK 這個時段 不算太多人 很快 然後你照顧這個位置 LV旁邊就是Tax refund 你看都幾多人 你譬如買了東西 如果是有Tax refund的話 通常會給你一個信封 然後你會見到 裡面排隊 按那部機 其實你在Departure 那裡有部機 按 scan了那個barcode 然後Total就會知道 under你的passport 有多少張單是要refund的 可以退稅的 然後來到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機器上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你想要什麼的 currency 我記得就是你可以選擇 Yen 可以選擇 美金 選擇韓 和人民幣 要不就好像可以退到支付寶 我看不到你們的訊息 可以嗎 其實這裡都算多東西看的 但是如果給我買東西 我就沒有什麼買到 但是如果日本機場 我就有很多東西買 我uniculo也有得掃 然後 還有最開心的 日本機場是有便利店 我最後還可以買零食 然後可以買一些飯糰 買東西喝 我現在由頭走到尾一次 其實就不覺得它有便利店 所以它應該是沒有的 就是你要在入閘之前 才有便利店 那變了你就沒有得買 說一瓶瓶的水 買便利店的東西喝和食物 但是這裡買咖啡 買東西吃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就是走幾步就有一間買咖啡 然後每一個洞的咖啡都會有 類似咖啡店 剛才我看到有豆腐 平時它開Live 假設它不會 不會 無緣無故的畫面會變黑了 你們會不會看到是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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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你們告訴我 現在留言 其實我從頭走到尾都走很久 散黑步 因為接下來坐十幾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盡量走 盡量不要那麼早坐下 要不然我就會很 坐很久了 Live是不會黑做畫面 有一點緊急 好 多走一會 純粹是報個平安 告訴大家我到了 這裏剛巧一條大直路 就和大家由頭走一次 有些朋友未去過韓國 或者是很久沒來的 又掛著的 可以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有時侄 接收媽媽 是的 和你們一起走 因為我又沒什麼意欲買東西了 因為剛才Olive Yum買了一些唇膏 買了幾塊面膜 回去試一下 然後譬如這些有品牌的東西 我沒什麼太有需要 還沒想到有什麼要買 所以就陪你們 對不起 說錯 是你們陪我 邀請你們陪我 其實都差不多走到另一個洞洞 有MX呀 這裡有MX呀 有沒有東西看 我就沒什麼適合了 暫時 未有這樣的意欲 不知道 很有趣的人 真的一時一時 有一陣子很喜歡 接著這陣子又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有又可以 沒又可以 就拿回以前買的出來用 然後樓上好像是一些膠囊酒店 給你Transit可以去留一留 這裡又是繼續化妝品香水 無限這麼多的化妝品香水 那你這些 譬如我在想 過了100ml的 那它是否會幫你放在免稅袋裡 你不開 是否就OK呢 還有 如果你 譬如你執行李 你預自己再買東西 在樓下的Olive Yarn 你都要預算 因為Liquid那些 都照記的 所以其實 你也要帶多個行李 要不然你沒什麼位置的話 其實你就要就著買了 那些大支的Liquid那些 就要小心 因為剛才剛剛 其實連續兩次 都見到有人 買完東西在袋裡 然後現在被他收了 因為是過100ml 我聽到客人問 如果我倒走一半 可能他的瓶是200ml 或者150ml 然後他就問那個外觀的工程 如果我倒到剛剛買東西 很慘 我剛才看到他 整支東西是新的 然後就 沒了 他不斷說 cannot cannot 就收了 那就是有些 因為有幾個都是 剛才我在我前面安檢的那些 是新的 很明顯它應該是剛剛買的 那他一看 150ml cannot 然後要不你就拿去check in 要不你就要出去 那你怎樣check in 你的袋子已經寄了 即是你的行李是寄了 那你要不就自己 譬如他有個隨身的背囊 要不你就隨身背囊的check in 但你都要加錢的 所以其實怎麼想都是不值的 都唯有給了一支東西 後來我已經完成了我自己的部分 所以我沒有理會到究竟他怎樣處理 但是有幾個有兩三個都類似是這樣 要檢查 要拿出來看 所以我剛剛可能有一兩支 還要記住他整個袋是不過一Lit 雖然其實他沒有量和沒有check 但是他不斷寫 那都先做了 因為你不想被人扔東西 對 這裡沒有了 尾聲 其實他現在這樣一條大直路 之前呢 中間他都有一些分叉位 可能有兩三條管道是分叉位 那每一個分叉位有不同的閘口 其實旁邊都依然是繼續有很多shop 那些shop 其實全部都是很旺 和很多人 你看看 每一邊的督督 都會有個咖啡的地方 所以周圍你都一定是有得喝咖啡的 不用急 除非你有特別的牌子想要 要不然呢 其實去到哪一個閘口的附近 你都會找到賣咖啡 那我就被這個豆乳吸引了 因為我應該Annie沒有吃了 那呢 會不會是趁這個 還是旅行Mode呢 那就試一下這個豆乳 咖啡必有 但我今早其實都喝了 我今早喝了Latte 我今早自己加了奶 自己 那這樣吧 有豆乳 好不好買好呢 雖然其實我又不是很好 不過 純粹因為很久沒吃 而且好像挺吸引的 看到嗎 好像去了日本 有哪個好吃呢 可能 好像全部都很香 可能這個 小波波 是不是 試一下 我多走一會 先 因為我又想過 又想上去買多一次 蛋糕的三文治 而且我覺得它很好 周圍都有地方給小朋友玩 周圍都有地方給小朋友玩 拍照 然後又有浴嬰室 然後超級無敵 多個廁所 你想想 那裡有個廁所 然後我也想著 是否不同的呢 然後呢 你看 走過來 這裡 又有廁所 這樣 會不會太近了 哈哈 就是這樣 好了 那裡有煙房 咖啡 好 跟大家看一下 咖啡 那就是由彈走到尾 所以其實真的 很多東西走的 如果你沒有時間買手信的話 你來到機場是一定有得買手信的 邪惡就一定 Feeling better 其實我昨天呢 大家都以為我很生氣 哈哈 其實是我剛剛事情發生 又很心急和你們分享 所以就很激動 可能是激動 大家比較少見我這個面向 哈哈 哈哈 因為呢 很有趣的 有些人會PM我 呃 蛤 他說 那麼少錢 那麼激動做甚麼 然後 哈哈 我覺得不是少不少錢 不如在這裡充電 雖然我不是這個gate 哎呀 先放下 哎呀 哇 看看這個畫面 都挺療癒 是嗎 可以拿些東西出來充電 對 即不是 不是 我的樣子有點差 所以你們看一下風景 蛤 即不是 不是淺不淺的問題 即是呢 是欺騙那個客人 不是也不是欺騙的 即是有些人就說算了 那我覺得 因為我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是欺騙呢 他是因為 我問了工作人員 他說其實最盡都是七八千 因為說真的幾分鐘的路程 可能是 你是在一個地鐵站 然後可能是去附近 一個幾分鐘的路程 類似這樣 都未至於機場去東涌那麼遠 真的從機場去機場的 不知哪一個酒店 類似這樣 都完全未見市區 在一個五分鐘的路程 然後 因為我問了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工作人員 我說對 最盡都是七八千 通常五千 然後 我們之前在市區 他都 都 坐過一些長地圖 就晚五 那 那當然 晚上又有 晚上的充電 這個我知道 但是你一個五分鐘的路程 其實錶都應該還未跳 然後 之後 就算再加早充電 都應該 肯定不是這個數 那 跟酒店職員確認了 然後大家就說 你當給提示吧 那我覺得呢 提示呢 其實你怎麼都預料齊頭給他 如果我想 他收五千多 六千多 七千多 其實你都給一萬磅 他不用抓了 但是你真的沒有預料 他說車資已經是收你這個 那 Anyway 其實就 我覺得 總會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 我覺得這個訊息 帶了出來給大家 大家是 接下來會 會 給我更加小心 然後 或者多一個故事的參考 那也是好啊 那 所以我覺得 我會 承認那些 PM我那些 你放心 是的 都活到這個歲數 哈哈 在這一行打滾了 都 這十多年的時間 其實慢慢慢慢 越來越學會了 就是 你只顧慮一些 關心你的人就夠了 這些不存在說 是 就是叫做 是不是 只是選擇性聽 還是怎樣 那 是的 我覺得無謂 他是要 不喜歡的 他是要聽到另一些東西的 那 其實你這個人就這樣 站出來呼吸 他都覺得是不喜歡的 所以我已經不需要你了 那我有大家已經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不用替我擔心 不過我又覺得 挺有趣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原來真的有不同的 當然 一樣米一樣八樣人 有不同的想法 這樣 這樣 看一下 先 沒事的 知道我是遊客 那他應該一定知道 這樣 然後 昨晚有很多朋友都 WhatsApp我 他說是 其實真的 不應該是這個數 你給提示是另一件事 他實收不應該是這個數 所以我覺得 沒問題 過了去 還有 我也說 如果是在我身上發生 用處是大的 所以 完全是可以一個正面的想法 去想 我發現很快要看你的訊息 會跳走 是的 我也覺得是 青幫幫說得對 我願意給 是一個角度 但是 你好像 當別人不知道 而去收多 是另一個角度 大家認不認同 所以我覺得 沒所謂的 就是這樣的 不同的觀點價值 或者是不同的性格 大家都有互相吸引的地方 你覺得對的 覺得好聽的 或者是覺得對的 那就是看 整個YouTube有 那麼多不同的頻道 人都會總是 不是十全十美 人都總會有不同的靈覺 大家選自己喜歡的 喜愛的 就可以了 有時候不一定要喜愛 進來花生 其實也可以 沒所謂的 這樣 很漂亮 這個位置 是不是 其實我多坐一會 我都可以去買杯咖啡 不過不了 或者可能買點食 上去買蛋糕 你們想不想一起上去買蛋糕 聽到聲音都可以 多謝大家 這麼開心 把握時間 開Live很喜歡聽我的聲 嘻嘻嘻 聲還未好得完 對呀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紀錄 因為我未必有太多時間 拍片和剪片 這樣 去不去嗎 去不去一起買這個蛋糕 差不多 如果買蛋糕回來 就坐下 充電 這樣 蛋糕又要走回頭 要是我買了下來 再跟大家開 你們想怎樣 好好好 說遊客容易 是的 其實我昨天再聰明一點 就應該可以了 一來有東西 二來真的沒有足夠的準備 這個我都是不對的 即是說足夠的準備 就是我參考了大家 昨天給的提示 真的應該一定要有酒店的電話 然後是要懂得 起碼知道 那是一定不合理的話 真的進去假裝搶錢 說找我的朋友 給我現金 怎樣都拿了行李走 然後再看看怎樣 我覺得每一次都上一課 永遠都未經歷過 你都不會知道 但就慶幸在 我們現在的社交媒體平台 是這麼發達 社交媒體平台有它的好 有它的不好 那當然你要善用它的好 也都要懂得明白它的不好 不要令到它傷害自己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眼見著有很多人 都是因為 因為經常有社交媒體平台 得到情緒病 亦都是因為社交媒體平台 其實是很心痛的一件事 所以尤其是教小朋友 怎樣去做 怎樣去應用 這個真的做爸爸媽媽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對 下一題 我見到你打了很大段東西 讓我看看 那是我們在做的 分享的幸運 或悲傷的事情 擔心你 別擔心 你可以拿到訊息 你喜歡 你不喜歡 至少你會說 對 我覺得是 因為真的 我之前也跟你們說了 陳先生經常都會 很落實執行的 你要進來是 發放負能量的 或是鬧的 或者是人身攻擊的 或者是 我覺得 沒什麼必要 要繼續你這麼辛苦 我都可以選擇 剛剛 沒有 剛剛有個 又有依依好像在我後面 想問我 不過她好像見我開直播 然後她走了 對了 剛才說到哪裡了 對了 我覺得 譬如餐廳 我都會有權 我都會覺得 未必一定會想做你生意 或者甚至乎 其實這裡是免費的平台 大家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樣 總會有的 可能有機會 我其實最近都有遇到的 所以 可能 大家 都會 不知道在不同的渠道 都會看到 但不要緊 總之 繼續 大家 互相 覺得是 適合的 吸引的 我們就會留下 我EQ 都不是高的 我都要時間去process 沒有人是完美的EQ 高的 我覺得 只不過是 你去process 或者去 calm自己的時間 究竟是用多久 有些人用久一點 有些人用短一點 有些人用短一點 沒有人是說無感的 因為有血有肉 你一定是有感情的 對不對 所以只不過是 有些人用長一點的時間 去消化 有些人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轉化 這樣 當然很努力 去做好這一面 因為你都不想 給一些無謂的事情 影響自己 這個是 最重要 活在當下的一個 很重要的元素 我覺得 因為人生真的很短 不要浪費時間 在一些無謂 和要攻擊你的人的身上 所以大家 請進來支持我 已經很好 又不滿說出來很正常 聽的人應該就 我也謝謝你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有 我有我說的權利 大家也有選擇 聽語不聽的權利 大家都有留言的權利 我覺得其實 社交媒體的生態就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想維持一個 有來有往的 conversation 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客氣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 但是有時候 都要攻擊 那些 那些 當然你不會控制到 對吧 是啊 有心欺騙你 不思心地這麼壞 是啊 如果他惡 的話 載我去一些直證地方更危險 是啊 所以其實安全到達 酒店就 快快手搞定 這件事安全就算了 所以就沒有想那麼多 而那個 很覺得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心情就是因為 啊 就是 我很擔心 如果 都會很多 情況是這樣 那 有很多人都會 你可以說 被騙 或者收多了錢 所以我就一定要跟你們說 出來玩 最重要是開心 很多正能量 一時時而已 因為 我覺得 大家 喜歡我 支持我 我也是很開心的 但是 我想 這麼大個人 總要明白 不會全世界都喜歡你 不會全世界都喜歡你 而這件事 其實都是正正做爸爸媽媽 要教小朋友 因為你在家裡 一定是爸爸媽媽愛你 親戚朋友愛惜你 朋友愛惜你 你的同學愛惜你 當然 他們去到學校 總會有些同學 會不喜歡他 這個不同那個玩 那個不同那個玩 這個又投訴他 那個又說 會搞他 說他 所以 其實 小朋友都要學識 大人更加要學識 是的 不會要求所有人 都要喜歡你 亦都不要要求自己 是要做到完美 那 自己覺得是正確的事情 合乎邏輯 合乎理性 亦都合乎情理 那 相信 有個信念 就去做正確的事情 是的 為什麼我們無緣無故會講這些 這麼 這麼 深的 的題目 很搞笑 I teaching how are you feeling better? 其實我沒有事 我昨晚很開心 我昨晚去便利店吃烏冬 是的 我未必有空更新 然後昨晚就 其實房間 正正老老 不過我也沒有關燈 一直開燈睡 因為感覺上 昨天的房間我會要開燈睡 哈哈 因為總會是 譬如我之前做這麼多年 都不是做這麼多年 做了三年左右的組織 去到某些酒店 我也有感覺 總之昨晚那間就是我要開燈睡 只能說這麼多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 所以 還有我現在 在想著我一會兒吃什麼 一個人 對 一個人 其實我也很習慣一個人睡 因為 你做Crew都是一個人睡 但你有不同的酒店 有不同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 去得多酒店就知道了 所以昨天的酒店 我就是 開燈睡 我不是關閉 我開了門口的燈 和開了廁所燈 但平時的我 是喜歡熟悉到 黑蚊蚊睡覺的 這樣 哈哈哈哈 咦 今天是不是Halloween or 明天才是Halloween 我可以的 但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曾經有的感覺 我去便利店 多久一點 不要太早回上去 回上去 又或者打算 去到超累才睡 有這樣的感覺 昨晚的房間 哈哈 但後來都可以 後來因為太累了 睡著了 還有我又開著一些電視 保持著有些電視聲 但後來還可以一點 因為我看到窗外面 其實是很燈光 很有燈光 即是那些什麼 燈光火雀 因為是看著對面酒店 都會有很多燈的 即是不黑的 都繁榮的 雖然它是機場酒店的位置 都好像少少荒蕪 但因為剛巧看著對面酒店的門口 還是怎樣 有很多燈 所以其實都ok的 我又不拉窗臉 這樣 反正早上都自然醒了 今早真的睡到自然醒 鬧鐘未響 我就醒了 早點起床 洗頭 洗臉 然後吹頭換衣服 行李就下去吃早餐 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 對呀 有支持的 愛惜支持你的 這個是要學懂 要做得好 亦都直接 ignore一些攻擊 是不是 不是說不聽 而是其實沒有 不需要浪費時間 要花點時間 你想想花時間 和你們聊幾句話 好過 是不是 現在幾點 現在是1點25分 那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呢 就上去買了蛋字 上去買了蛋字 然後就下來等 或者充電 這個gate 挺好 這個gate 還沒有人 靜靜的 可以這樣充電 看到嗎 一會兒下來充電 這個gate 你看沒有什麼人 總共買了多少張面膜 好少 買了五六張 它一塊一塊賣 而且多我都買不到 剛才我買完 然後再去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因為你總會 你本身已經剛剛好 二十三 然後塞了幾塊面膜 進去 那又重了一點 然後我又收拾一下 少許東西 放在hand carry 又變回剛剛好 二十三kg 我很喜歡 很乾淨整齊 去check in 二十三kg 頂到二十三點一二 因為你就確定 去check in 的時候 一定 沒有事 行李 一會兒說 你又超重了 又要加錢 又要收拾一下 在櫃檯上 臭怪 所以通常都是 二十三kg 所以譬如有些 可能夾頭髮的 直髮夾 就拿出來 放在hand carry 就是這樣 嘩 為什麼 先不再見 這麼多人呢 save flight 多謝 是 好 好 回到去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 update 回到去都馬上上學 很快 過了幾個星期 這個生日就完了 其實這樣想真的很充實 這樣 我回到去會繼續 跟大家 早餐live 又會跟大家去costco 然後又會努力去收拾一下 韓國的片 相片 這樣 放心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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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見你們 還有陳先生會來接我 你放心 是呀 給個like陳先生 哇 之前有些 留言都看不清楚 好吧 我不帶你們去買 Eggdrop 都是因為 我發現 我想想想 去 Eggdrop那條路 又是走回剛才一模一樣 都長長的 所以 不要大家那麼悶 這個live短短地 30分鐘 聲音導航 大家一起陪我遊 首爾仁川機場 好不好 聖誕節 聖誕節 我也有機會再回來 很快再見 我們下個live再見 記得幫我like 和share comment 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